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我想請教一下王主委 委員長 主委,今天不考你了,但是幾個觀念的問題 都要做一個釐清 主委,你知道今年我們陸委會預算編多少? 大概11億 有關獎助金的部分,包括辦活動、研究 這個部分大概比例有多少? 您是包括委辦還是? 委辦是另外的,但是獎助金這個部分 獎助金 主委,不為難您 今年還是一樣編列的大概是2.87億 去年 2011年 選舉,編了3.5億 編了特別多 在100年是編列了 3.4億 所以每年大概有3億左右的這種獎助 不管是補助活動 研究,或者是 論壇等等這個部分 這個比例 11億 11億的預算裡面 有3億是花在這個補助 那委辦 委辦的這個部分 幾乎每年大概有2千到3千萬左右 所以這個經費是非常龐大 加計起來,今年大概委辦跟獎助金 大概就超過3億 所以 我就要來救教這個 主委 那既然這個補助那麼多 那 我隨便 舉幾個例子 就申請補助的這個團體 中華孫子兵法研究學會 這個你有沒有聽過? 我以前副首席 你都沒有聽過 這個會長 前會長 叫做 傅衛姑 他之前在蘇州舉辦 第五屆孫子兵法國際論壇的時候 裡面 學者發表了很多文章 這個團體 這個團體 發表了 對統一的好處分析 從孫子兵法九地篇 看 當前中國統一的問題 還有兩岸關係 試求等等這個部分 對統一的好處之分析 然後這個活動 在2009年 我們政府總共補助了 包括陸委會跟中華發展基金 總共補助了8萬元 8萬 8萬 這個適不適合 我們補助了團體 然後在 不管是論壇 或者是這個 相關的這個研究裡面 所做的這種說法 這個適不適合 假如有這種言論適不適合 一般來講 如果這個辦的活動 違背政府的大陸政策 那適不適合 我現在就問你說 他分析說 對統一好處的分析 這樣適不適合 因為他是學術上 純學術的討論 還是說他是有政策政治的 那主委 我再請教一下 我認為不適合 最怕把這種觸統的這種言論 我認為不適合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 總共累積從2009年到2011年 這個數字不重要 我這個數字不會騙主委 總共補助了28萬 你知道這個團體是什麼團體嗎?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 你知道這是什麼團體嗎? 不清楚 不清楚 這個是他在釣魚台參與活動 所拿的旗幟保釣 兩岸連鎖保釣 他的主題 這個是從他網站當落下來 的網站 這些團體的核心成員 主委 王主委 是拿五星旗 這個適不適合 應該這樣講 他那個活動 我們所補助的活動 是不是去做 你這些團體 你所補助的這些團體 我剛剛講的 中華孫子兵法研究學會 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 你補助的團體就是這種性質的團體 我們會審 就剛剛跟委員報告 如果我們發現他們的活動 尤其是如果有用政府的補助經費來做的活動 是違背政府的兩岸政策 這個應該都不適宜啦 那我再請教一下主委 中華華夏兩岸 文京協會 前理事長林國廠 這你認識嗎 不認識 你都不認識 因為 這些在兩岸新聞裡面 就常常曝光 他還組了一個所謂 中華台商愛國黨 你知道他成立的宗旨是什麼嗎 促進兩岸和諧合作 推動兩岸和平統一 加強台商服務 所以你現在不管這些團體這些個人 都是在台灣被定位為所謂的集統的人士或者是團體 我們政府每年花經費在補助這些團體 這樣適不適合 應該是這樣講 要看他那個活動 對 他那個活動本身有沒有符合我們在補助的 我現在就告訴你這些是不是適合嘛 我現在就叫你嘛 他來申請的那個活動 你這些團體幾乎就是集統的 集統團體的外圍團體嘛對不對 他雖然明哲有辦一些其他的業務 但是 但是 他去參加這種團體接受政府補助 我認為不適合 主委你同不同意 這個有 的確有斟酌的空間 就是說 你同不同意啊 我同意有斟酌的空間 就是說他到底他的主要業務是在哪一塊 還有他向陸委會提出或者中華發展提出申請的那個活動 我們政府 每年啊 你就花袋補助這些促統團體啊 不知反擊 每年去 有一些還領我們政府的補助 去中國參加會議 就發表促統的言論 這個要不要徹查 假如查到有這個補助 發表促統的補助 這些言論這些團體拿政府的補助經費 這個是不是要經費要 以後這個不能再給這種經費 我想委員的提醒 我們會我們會注意 就是說 除了審查他本身所提出來那個要求補助的那個活動本身之外 我們應該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你為什麼不補助這種 占獨的團體 台獨的團體對不對 你就專門在補助這種促統的團體 其實是看那個活動 你自己回去看 謝謝 這些團體你都不認識 你說 假如有這種政治性目的的這種團體的話 你不補助嘛對不對 要看他的那個性質啦 他的性質 就是說他如果 集統的團體 集統的個人 這個理事長發表不當的言論 這個我們來繼續 我們要列入這個 在斟酌要不要補助的時候的考量 主委我告訴你啦你錯啦 你錯啦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助民間辦理海峽兩岸民間交流作業要點裡面 第四點 海峽港澳地區之民間團體以促進中國民主和平統一為終止 辦理兩岸人民交流民間交流得比照本要點辦理補助之四項 和平統一就是我們 我們的 陸委會補助要點裡面第四項的一個規定 對不對 這個是民國八十年 民國八十年 這個不符合馬總統的兩岸政策 我們現在是 不統不獨不 對啊 你看你答得多好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點是不是不合時宜 我們回去檢討 對不對 所以要點裡面應該要明定嘛 不得具有任何政治色彩或政治主張 對不對 那不然你這個促進五星期都公然拿上街頭 用他協會的名稱 報告委員我覺得 因為您其實也是很主張這個言論自由人權的齁 我覺得應該要分開來看就是說 這個團體他一定有他的政治主張 那只是說他來申請 這個主委我剛剛講得非常清楚 你拿政府的補助 辦政府這個講助的活動 你就不應該有涉及到違反政府政策 違反兩岸人民利益 或者是國家利益的相關的言論 這個就不行嘛 所以您講的這個部分 你在補助的活動裡面就不行嘛 對不對 所以您講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納入在審酌要不要給予的考量 沒有我的時間的關係 但是你的要點要不要改 要不要改 回去檢討 回去檢討 第二個齁 除了促統 補助促統團體之外 你要補助很多阿砂布魯的團體 補助一些海蟑螂的團體 我跟這個主委就教齁 台灣先進傳播通訊科技與管理協會 你知道這個會長是誰嗎 我不清楚 因為其實人民團 林一四的舅舅啦 不只跟自策會拿 也跟我們 陸委會 2009年政策傳播倫理研討會 這個跟兩岸政策有什麼關係 如果他的活動本身 跟兩岸政策有什麼關係 你說阿 我想當初在審查 因為我手邊沒有那個東西 但是 我們在審查時候 如果看到他的確是有助於促進兩岸的交流 就看他活動 這個跟兩岸有什麼關係 要看他那個活動 你還在奧還在奧 這個活動 這個副主委今天有沒有來 我要求把這些所有資料全部漏掉 這不要再奧 主委 這個跟兩岸一點關係都沒有 要看他活動本身 好 2009年傳播倫理研討會 加個倫理研討會 這個東西也來申請補助 林一四舅舅 相關的基金會申請補助 就高達 從2009年到2001年 就超過11萬 林一四的媽媽也有 遇事社會不利 慈善基金會 宣導愛心媽媽表揚活動 兼兩岸政策宣導 就給10萬 弱勢族群溫馨關懷 兼宣傳陸客自由行 也給10萬 弱勢族群溫馨關懷兼陸客自由行 在第四季又拿了10萬 我想還是看那個活動 掛個名字自由行 那個活動本身 就是說他本身有沒有符合我們會補助的中心 主委 掛個名字宣傳自由行 就拿了10萬在選舉綁撞 可恥啊 我再唸幾個給主委聽 台中縣 和諧發展協會 在宣傳有關這個大陸配偶這個部分 台灣競爭力論壇 你知道執行長是誰嗎 這個你應該知道吧 這個 謝明輝 中國評論通訊社特約作家 福建省促進平坦開發 開發顧問 是對方招商的顧問 你這個也補助 10萬20萬這樣大筆在補助 中華兩岸富佑發展協會 2009年5萬 2010年10萬 2009年第三季又領了12萬 你知道要辦什麼活動 我唸給主委聽 歲末年終親子 綠環保活動 這個也補助 這個跟兩岸有關 誰可以掛個名字 掛洋桃賣果肉 這個跟我們委會 可以申請預算補助 你這個給了多少錢 總共給了超過27萬 EFA 只要掛個EFA 台中新設花海行 台灣農場美食小吃間宣傳EFA 你這樣給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你這樣給15萬 對不對 跟業務無關的 跟一路委會 兩岸一點業務都無關的 賽德克族文史傳承協會 物事80週年紀念活動 你給了10萬 中華電影戲劇協會 出席亞太影展 你給了20萬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2011年台北仲裁級國際研討會 你給了10萬 中華發展基金的部分 2009北京圖書訂貨會 你給了7萬 台中縣和平鄉健康促進協會 辦了第五屆亞洲社區 這個社區會議 給了4萬 動畫協會舉辦 第十屆國際動畫大會 你給了6萬 台中歌劇劇場 邀請大陸一級南高音來台灣 做該歌劇的男主角 請大陸人來當男主角 你給了5萬 中華民國國際運動發展協會 舉辦國標舞 你給了5萬 一個最離譜的 我唸給這個主委聽 台灣乳房醫學會 去舉辦2010年海峽兩岸城市發展學術研討會 你給了6萬 乳房醫學會 舉辦城市論壇 跟我們陸委會有什麼關係啊?你說啊 我想要看那個他當初的申請書 你還要再看 你還要再看都不見譜 因為當初在審查的時候 應該要看地區 那你告訴我啊 你告訴我啊 你頭腦比較好啊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乳房醫學會怎麼講到城市論壇 再講到陸委會業務 你講一下 最主要就是他有沒有對於這個兩岸關係 能夠等於說往正向發展 這個跟兩岸關係有什麼關係? 他剛 委員在念的時候不是有提到他的主題 這個跟兩岸關係有什麼關係? 對他可能談兩岸的醫 這還是要看實際他那個當初申請補助的 這個跟城市發展 乳房醫學會辦 兩岸關係啊是水乳交融啊? 沒有沒有這還是要看 是不是 這個主委我的時間到了 我不想佔用大家的時間 所以你這些名單裡面 不是卸任高官 就是這些像馬友友 海基會的顧問 或者很多 這個 我等一下這個資料主委要啊 你其實都有資料 很多都是立委在背後當門神 這些團體啊 其實跟海蟑螂沒有什麼差別 掛個門神 掛個林醫師的舅舅 就可以來 就申請二十幾萬 這一些不當的這個補助啊 這個是我們陸委會的回從 我們2.81這種 預算的這個編列包括三億中華基金 這個部分啊 這些不當的補助 不當的這種 包括尾辦啊 其實這很多大部分都是浪費 你包括補助促統團體 補助這些阿薩布魯這些團體 補助這些海藏團體 真的是看人家這樣的吐血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啊 陸委會要好好的做一些檢討好不好 好謝謝 新人上來看會不會耳目一新啊 不要這種霍西尼 把這種馬總統的朋友就是 國家就是我家這種也在補助 好不好 要稍微看一下性質 稍微過濾一下這個性質 好謝謝